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KMI小女漫游记 我是艾米 我们今天打算要出去玩一下了 因为在这边等了两天 前两天都是下暴雨 然后一朝公路 还有穷库十台全部都分路了 所以这两天我们就一直等着 还好今天已经开掉了 所以我们现在把东西收拾一下 就开着前车出发 这边有一个温泉 先泡好温泉 这个天气泡温泉不知道怎么样 舒不舒服 这个天气泡温泉 应该也是一个不同的体验吧 就是在一个他们当地的一个村子里面 对 听说那15公里路特别难走 我们现在先去县里面吃点东西 然后吃完东西就直接出发了 我们来到了这边 这一条街上全是吃的好多好多呀 各种东西 还有浇麻鸡有拌面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找一家浇麻鸡 大盆的大盆鸡 还有要一个浇麻鸡打包 是吧 哇大盆鸡来了 大盆鸡 哇这个好大一份 看起来会不会辣 看起来会不会辣 嗯 分量还挺足的 这一大盆的大盆鸡全吃光了 它这边的味道还不错 老板还送了我们一些西瓜 然后呢我们打包了一份浇麻鸡 一会晚晚一点可以吃 这边都是乡间小路啊 然后路不是很好走 但现在还是有水泥路的呢 一会的话估计会更烂 全是乡间小道啊 道子都黄了 现在八月份 但是这边有点秋天的感觉 嗨 哈哈 这边当地的下巴 刚刚这一路上都是没有信号 然后呢我们跟阿贵他们失联了 嗯都不知道对方在哪里 然后刚好到了这边 嗯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应该就是大峡谷了 扩克苏大峡谷 然后那边呢风景特别美 然后到了这里以后呢就有信号了 我们刚刚看了一下 我们之间大概还有差三公里左右 outside outside it's cold that wild wind oh ma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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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没开啊 没开啊 没开这里 两年都没开 哇我们开了好远好远进来的 两年了没开 你说的刚刚那个大爷把我们放进来 大爷让你死心 他不是白放了吗 算了我们直接上山看看哪个地方有水就泡一下 泡个脚得了 泥江 就是泥江嘛 有火山吧这边上 对啊跑那么久的路 刚才还在说哎呀这么满了 是不是泡泡温泉还得两小时 一会儿是不是还得住在这里面结果啥也没有了 再去问一下 哪里能走 是不是山上面有没有野温泉啊什么的 估计都呛了 这是温泉水 泡不到温泉之内 哦 我们摸一下他的水 我们来摸一下 这个水好暖和啊 热热的那种感觉 这就是温泉水吗大概50度左右 它真是有硫磺味的 你说这泡个温泉也不容易啊 现在只能改成洗手了 太不容易了我们开了那么远的水 的路进来就是为了感受一下 但是它这个水温真的很舒服 如果泡一下的话会很好的 我们就在这里泡了啊 泡温泉 泡一下 只能一个人轮流泡 一人一脚一个脚 其实这边就是泡泡脚仪还蛮好的啊 对啊 这个水不是很好 它很舒服我觉得 刚才那边躺对吗 那边躺 可能它经过这边的地已经凉了 我会是很酷的 但是我可以来到这里 我会把水灭继续送给你 的水灭继续的水灭继续 我会把水灭继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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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